開始看他覺得蠻討厭的 怎麼樣啦 你蹲那麼大聲幹嘛 嗨,我是麗 那我們先講一下 你昨天看完電影的新的 因為我昨天第一次看 跟我想像中都不一樣 蠻正看的 是因為色調的關係 還是那個角色太操了 你在裡面看起來很像聖靈 因為我們當初設定 他本來就是一個 已經被磨得沒有火焰的人 那你覺得這個人跟你個性像嗎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油條 而且一開始看他覺得蠻討厭的 怎麼樣啊 就覺得這個人好煩 不想跟他講話 你蹲那麼大聲幹嘛 前期大家有做各自不同的甜調 然後也很謝謝那記者 願意分享 但是是會先問他們說 如果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總編啊或是總組 他們會怎麼看自己的第一線記者 他們說全公司都會支援 需要什麼器材 全部都會死活 都那黑道白道的關係 夾帶物資都會把你送進來 這是為什麼他有的那些東西 這個是我們暗藏交代啊 欸 劇哥 你最近他有什麼星座嗎 沒有嗎 沒有 你覺得他什麼星座 我不知道 我這星座也不能不了解 你覺得他什麼星座 我不知道 欸 蠻像的欸 我這星座也不能不了解 你會跟這個人當朋友 不會 我第一目看到他說我嚇 而且我很喜歡打枕下來 接電話的時候 然後後面就飄過 我就看到這種狀況這樣 嗯 他真的好討厭 然後我今天很嗆 謝謝 你有在拍完的FD之後 冒出最多次我要退休 不拍人的念頭 就真的太累了 太太硬了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啊 超級有點恐怖欸 他是廢棄的醫院 前的時候我們拍的時候 4-5月啊 才5-6月的時候啊 反正就是夏天 他爆熱了 這裡面是又臭又髒又黏又熱 然後又悶 嗯 很恐怖 等完 雙廟影帝 你會不會可以 就是放大堅持 就是比如說 就是有些星可能比較卡 然後你就說 欸 你是影帝 這樣 我搞這麼嗆啊 沒有人 沒有人在跟我講 或者是在背後講 我沒聽到 其實我也蠻常收到 IQ上面 真的會有人私訊 我說欸 我覺得 你那時候演的啊 我就好像還不夠到位 那要是我的話 我們應該 就是真的會有人給你指教 然後我也很 我自己演不會看一看 然後就很生氣 我就是覺得 有黑有白的才好 因為如果全部都是 都是一直 我不知道稱讚你的 我會覺得很奇怪 發展不是很多都會有導覽 不管是你要預約 然後會有導覽 或者是可能還換了一隻耳機 然後你還幫我找 啊 這不換了 還是當初在創作的時候 我都不聽導覽 我不喜歡人家告訴你 你應該有什麼感覺 包括你看我的表演 你覺得 喔 金融東不好 或者是金融東什麼月 OK的 對我來說其實是OK的 我也控制不了 跟讀者安定一下 推薦一下 嗨 我是士林 4月14號開始 希望大家能夠走進戲院 支持一起 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